国道一号南下戏止发生走山的意外 一度封闭一高权限 严重的塞车造成基隆通勤大台北地区民众的苦难 出身基层的五号五党级基隆市长候选人黄熙贤 最能感受到基隆通勤族的愤怒和无奈 也看见基隆交通的危机 强调最快也要等上十年的基隆捷运缓不济及 不如优化台铁火车各系统增加跳蛙式 停靠大战的方式 搭配他提出的客运公车1280基隆通月票的证件 补贴降低通勤族的负担 尽快改善基隆通勤大台北地区的辛苦 把它做成跳蛙式的停战 因为我们发现人集中在这个细科那边 人上车最多 所以整个摆幅到细科 然后从基隆发车 班次应该增加跳蛙式的做法 是个天灾的状况下 目前来讲是还看不到 但是得到一切都正常下 1280的基隆通 停车空间 绿色通道 这些都是应该要走的 没有含着金汤匙出身的背景 没有政党的奥员 出身基层 继承车司机 问讲家庭的黄西贤 一步一脚印 努力工作 白手起家 了解交通 对于辛苦上班 赚钱养家 活口 基隆通勤族的重要 更了解基层和各行各业的辛苦 走进市场和水果摊商 握手寒暄聊赶嬷 就像家人一样 没有距离 走进庙宇 尊天敬神 持相参拜 一心为民 为了让基隆更好更进步 不说空话 不开空头支票 提出确实可行的政策白皮书 作为当选市长后 履行政见的基础 包括照顾好国中小学童 力推可以做得到的 全市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证件 比照其他九线市的运作 来减轻我们家长的负担 对于我们现在的学生来讲 身体健康 餐的素质 包括我们所希望的是 午餐能够五星级化 以及力推安心养老 世代正义的政策证件 包括补贴65岁以上长者 55岁以上原住民的健保费 并且免费接种 肺炎链球菌疫苗 以及推动所谓石头汤计划 也就是社区整合照顾服务 我们希望这些老人 在基隆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 那么年轻人 他们放心的去上班 安心的成家 安心的就业 老人 他也能够享有肺炎链球菌 免费的失重 另外黄熙贤也力推在基隆 成立第一座的医学中心 照顾长者 轻盈共居 让年轻人可以向 引发房东租房子享受租金补贴 以及轻盈就业 包括这些学生 是不是能够跟这些 长辈需要照顾的 甚至独居的 在我们推动所谓 社宅或是中级社宅 这方面的计划以后 他们能够跟他们一起来 尝试居住 黄熙贤期盼市民好朋友 11月26号跳脱蓝绿框架 支持黄熙贤 让基隆更好更幸福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 mund订阅 都幕君臣 feels like 是